中共在早幾天 早一天左右 就叫大家看電視 看昨天的新聞聯課 通常中共很少預告會有什麼電視新聞出來的 每次它預告的時候 都是大事 都是比較重要的事 所以大家當時就很好奇 它這樣預告會有什麼呢? 因為這段期間 大家都很關注中共的高層人士的問題 因為第一 你就是整個火箭軍全軍覆沒 人事上 火箭軍的司令員 政委 高級的全部 叫一鍋端 一鍋熟 廣東話的一鍋熟 全部都炒掉了 此其一 秦剛莫名其妙地不見了一輪 好了 接著我們看到最新的就是國防部長李尚福 都失蹤了半個月 不見面 所以在這樣的政治氣氛底下 大家就很留意到 為什麼中共叫人們去看新聞聯播呢? 就以為有些關於人士的重大的消息要宣佈 誰不知到昨天新聞聯播出來的時候 原來就是中共發表了一個叫福建探索海峽 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 或者要在福建 將整個福建劃為兩岸發展的融合區 對福建來說 當然就等於多了很多優惠的政策 來處理對台商的關係 我來不及細緻地看它的內容 只是看它的那個大綱 北外就說 怎樣歡迎台灣同胞來福建居住 福建居住的就可以取得戶口 取得國民待遇 總之就是種種優惠 然後台灣同胞來福建 就可以享受各種各樣的優惠 說到底不外就是優惠 優惠做生意的 優惠你讀書 優惠你來生活的 好了 那為什麼它要籠而重之來宣佈這件事呢? 我猜 我們還要看它 明天它應該有個國台辦會有個記者會 可能會在明天 今天是十三 應該十四號呢 國台辦會有個記者會呢 這個記者會就可能會重點介紹這個新的文件 我們可以到時看國台辦會有什麼人說 但是從這個文件來看呢 我就覺得呢 不外就是幾個優惠 優惠你做生意 優惠你旅遊 優惠你來居住 優惠你來讀書 總之一樣都優惠 好了 那麼呢 這個是一個橄欖枝 可以說中共向台灣人呢 伸出一個橄欖枝 除了這個橄欖枝之外呢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呢 就是說 台灣軍方宣布呢 近這十日以來呢 沒有中共軍機這個擾亂台灣台海上空秩序的事件 大家知道呢 在美國去年這個參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呢 中共的軍機呢 天天都飛越這個海峽中線 是對台灣是造成很大的滋擾 雖然它不是說要開槍 但是呢 你變了呢 一進入中線 進入到這個台灣領空的時候呢 台灣的飛機被迫要立即升空 去攔截它 去驅趕它 一一如是 自從佩洛西訪台之後 但是呢 台灣官方宣布呢 最近十日呢 最近十日 沒有啊 沒有來過啊 就是中共的軍機 好了 那麼這件事 你又可以看成呢 中共又是伸出一個橄欖枝 在軍事上停止再派這個 派這個軍機來騷擾台灣 然後呢 又最近出台這個這樣的新文件 要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的示範區 那兩者加起來 是不是表示中共對台灣的政策有所改變呢 不再兇臣惡煞呢 我覺得呢 如果大家這麼想呢 就錯了 因為我覺得呢 台灣明年就面臨這個選舉 要選總統 你如果繼續是用很強硬的措施來威嚇台灣人民的時候呢 那就是國民黨肯定輸硬了 以往歷次的經驗就是 當台灣面臨要選舉的時候 你中共任何強硬的舉止呢 都會促成民進黨的當選 所以它會不會是總結歷次的這個經驗呢 在台灣明年大選的時候呢 就是和喚一下 主動取出一些措施和喚一下 希望為國民黨拉抬一下它的選情呢 我覺得無論在軍事上停止騷擾台灣 或者在經濟上做一些什麼兩岸融合這些東西呢 其實呢 它的目的呢 都是為了著眼於在台灣內部拉抬國民黨的氣勢 它以為這樣可以做到 但是我覺得呢 台灣的老百姓呢 是不會上當的 因為你這個融合發展示範區 你說到怎樣好都好 你好得過香港的一國兩制 是吧 香港的一國兩制 你可以有自己的貨幣 有自己的關稅 又可以在外國派演一些非政治性的機構 代表機構 當年來講對香港的優惠還不夠 是吧 但是曾幾何時 對香港的優惠一一撤銷 到最後換來一個所謂的國安法 這個教訓台灣的人看得很清楚 是吧 你這個什麼發展示範區 我都說這個說到底就是幾個優惠而已 優惠做生意 優惠旅行 優惠居住 優惠求學 就業 講來講來講都是優惠 那這種所謂的優惠 能不能夠換取到台灣人要有自己的獨立的國格的要求呢 是不行的嘛 所以我覺得呢 特別是當香港已經是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示範給全世界人聽 中共是可以怎樣釋言的 那你還相信它這個什麼示範區 所以我覺得呢 中共這個算盤呢 是打不響的 我相信台灣的老百姓呢 是沒有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會被中共哄到它呢 是選這個國民黨的候選人 在圈交給全世界人的組織合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